不要讓使用者自己去key 能夠不要讓使用者key 盡量不要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一個系統 盡量就是 不要有那一些 開放空間的話 這個系統越穩定 所以我以前設計系統盡量就是不要讓他 不要去key 不要有 因為你有一個萬一的話 你就會有接不完的電話 隨時 這個 所以盡量就是封閉 他如果說這個地方可不可以怎麼做 我說不行 就是這樣子 你就要堅持 否則的話 增了之後的問題 因為一個系統可能要用很多年 你不是說我今天用幾個月 也許有一些 工程師壽命很短 有些工程師就這樣 好沒關係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沒有多久之後他拜拜了就離開了 後面就會有人接 後面有人接之後的話他就發現 為什麼我這麼忙 每天接不完的電話 所以他也很短 沒多久他又要換人 所以很多工程師 常常在換人 原因就是這樣子 所以盡量 能夠 不要開放的地方 所以這裡的話 比如說數量 那我就乾脆怎麼樣 我就簡單一點 我就直接把這些 最多的10個 11個請你就是下個訂單 那 因為 這個規則先把它訂下來 比較不會造成一些麻煩 比如說這資料驗證的話 如果只有10個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清單裡面 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 1 就是一直逗點 然後 6 7 8 9 10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有個清單按確定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沒有 就可以讓他選 最多就10個 也就是你們線上購物也是一樣 你看線上購物最多就是 訂10個 要不然就訂5個 要不然就訂3個 他也是固定 如果說你要大量訂貨的話 那你又要跟後台去接洽 因為這個是 一個規則 就訂下來 至少比較不會麻煩 OK 這個彈性 那比如說我今天 兩個東西 兩個 那這個如果說數量裡面已經填了之後 那這邊小記應該會有結果 那小記的話就等於什麼 這個 等於 公示給他 這個單價 乘以 這個數量 打勾就好了 那底下的話 但是呢前提是